第十九題 正立放大虛項 所以選項C也是對的 選項豬 浴室中的化妝性使用凹面鏡可產生正立放大的虛項 這個是對的凹面鏡呢 在可能會成為正立放大像然後在幫助我們在化妝的時候 看清楚我們所要看的臉部的各樣的東西 那麼選項B是錯的 在巷口或山路轉彎時裝設凸面鏡可使來車產生較大的 放大像這個是錯的 基本上裝設凸面鏡是對的 但然後這個凸面鏡會使我的可專策的範圍變大 但他成的像會變得比較小 所以他不是產生放大像而是縮小像 所以第十九題問我們說 有關各種鏡片運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巷口或山路轉彎處裝設凸面鏡可使來車產生放大像 裝設凸面鏡是對的 但產生的是縮小的像 是縮小的 在巷口或山路上所裁有的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在巷口或山路上 我們在巷口或山路上